夠不小餒 30喔 好肥喔 千萬不能掉 哇 到這裡就安全了 有齒了有齒 掉了 剛好掉了 我就說吧 剛剛他如果跳一下 大概就掉了 吃大麥蟲就不錯 爬山喔 這裡沒來過 這麥蟲好多喔 你看 一個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 六個 七個八個九個 全部都是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釣上來再來拔 好多的 今天 跟釣友來釣魚 這裡沒來過 應該是蠻好走的啦 看看這個路 這麼明顯的話 路越明顯就是越多人走 所以應該都很好走 長木耳喔 這個應該就是木耳 這個木耳 這個 那是某軟家 這裡是蠻蠻蠻 好多喔 貴鳥好多喔 全部都是貴鳥 後面這邊樹就比較密了 多多都是貴鳥 切完後面這一段就是平路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蠻好走的 只是後面這一段 快到了 吸水的聲音越來越大 應該就快到了 看到溪了 溪還是很大條 有看到魚在翻了 現在就有在翻了 現在大概六點多而已 就有在翻了 看一下上面好像 比較不好過 上面那彎過去好像不好過 有看到魚在翻了 有看到魚在翻了 有看到魚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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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大家都選下面這一段 繼續往下 找點啊 看起來點好像不多 等一下還是要往下 往下才知道 往下那邊剛好是轉彎 今天 竟然是陰天啊 到二十七八度 結果我來這邊竟然是陰天 太意外了 我本來以為是很熱 等一下後面 那個賴區 等一下轉彎 要轉彎下去才知道好不好 中了 應該是土花 是大麥蟲的 好像又勾到了耶 哇 太高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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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吃啊 正吃正吃 但是沒有 沒有撈啊 不會撈啊 哇 不會撈啊 哇哇哇哇 先下去了 哇 哇 哇不小呢 三十喔 那 好肥喔 希望不能掉 到这里就安全了 有齿的有齿 掉了 剛好掉了 我就說吧 剛剛它如果跳一下 大概就掉了 吃大麥蟲了 它掉了一個小時之後 轉到上面來 上面這段看起來就不錯了 那個洞 那邊有個瀑布 上面還不知道 所以這邊應該有路下來 我剛剛走那個水 走水過來有點深 所以 因為我記得剛剛那邊有兩條岔路 所以 有一條岔路應該可以來這裡 下次再走看看 10點多了 我不想掉了 每次來福山就是這樣 搖一下 然後就不搖了 看全部都是齒花 你隨便找個大石頭 往下看 全部都是 像那種地方都是 它就不會吃 你耳丟下去 它就跑掉 你 它會追你的耳 但是它不會吃了 風還跑 現在風還在跑 所以我自己先 回來 他們 下面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我剛才走到那邊去 都沒看到人 自己先回來生火 先來烤魚了 等他們回來再來烤肉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黑黑的這個 這都是魚 這是小隻的 你知道 這上面那邊 都是三十幾的 黑黑的都是魚 那都是二十幾而已 它衝來衝去 還有整大片的 那邊也一直白白的 也一直白白的弓的 反正 反正只要站到石頭上面 到處都是魚 那蛤蟆都是魚 都是魚 每次來福山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都中都是魚 但是它 不會吃 都是種窗來衝去的 集ibi已經過了 現在就是 凡子期過了 你們可以 hid動黑黑的 那種都是魚 陸續有人回來了 回來了 我 我來烤魚,剛剛好 最完美的 用哈,你知道嗎?這樣最好 烤肉 今天最主要不是來烤肉的 結果變成 是來烤肉的 渡山就是這樣 魚很多啦 但是 要不要吃 看他的心情 吃吃吃 上斧豬排 哇,這個沙子好燙 撞到這裡 我把肉又油了 嗯 嗯 上斧豬排 嗯,很嫩 對啊 我之後休息一下 現在在那邊看下面都是香魚 大概十幾公分的 蠻多的 很會沖的 所以應該每一段都有香魚 就是不大而已 可能大概十二公分左右 蠻多的 現在一個釣友回家 一個釣友繼續釣 兩個要休息 我也想休息 因為牠就不吃 覺得 爛爛嘛 先休息一下 很多不釣了 雖然變陰天 也沒什麼風 可是 不會咬 跟早上一樣 魚很多不會咬 蝦收了 剛來的二十分鐘 大概 大概二十八 大概二十八左右 不過蠻肥的啊 這麼肥 等一下把它放一放 來吧 下邊啊 尾塚 尾塚啊 尾塚啊 五三就是這樣 這隻也不錯啊 公子 畫好扁喔 這張嗎 好 好,把它放一張啊 好 他不遇不見了 來燈來燈來燈